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7分53秒 来我们要为您连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最新最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早安 早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 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土耳其 几个月几个礼拜以前 我们曾经提到这个土耳其的这个总统大选 现在进行二轮投票 结果5月28号的时候是二轮投票 结果如何呢 我们要请老师告诉我们 对那么第二轮投票呢 跟一般预期的一样 那就是现任总统鄂尔多安或者艾尔段 那么顺利当选连任 就可以再做到2028年 那么十二轮很厉害 因为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 就很多人的预测是预测错的 很多西方 包括土耳其自己的分析家 都讲说吉利达欧鲁 就是挑战者 六个反对党组成的挑战的吉利达欧鲁 应该会胜出 因为这艾尔段呢 他过去的非常的专制 他这个已经在位20年了 那么好像这个土耳其苏丹一样 非常强势 那么所以很多人要求变嘛 需要土耳其真的民主 那后来发现呢 这个判断是错的 土耳其人更需要的是个强人 所以艾尔段呢 他不断就强调说 他可以让土耳其现在有独立的外交政策 他有非常强的国防工业 那么他也讲他过去的一些成就 比如说他降低了你们的退休年龄 我高度提高了基本工资 我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 那不是不错 那他就我当然就没有谈到说 他后来的比如说 他控制了90%以上的媒体 那么整个土耳其的公务员呢 理论上应该官僚体系应该是中立的 但是事实上都看着艾尔段的脸色 在眼神的办事 你说感到中立的 比如说中选会或者法院 也不是 也都是为艾尔段的马首是瞻 就是他的整个 不管从行政 立法 什么媒体 司法 他就几乎一把抓 可是土耳其人就觉得 就算是今年2月份 土耳其好像大地震 救灾不行 很多人讲说政府的很多工程 不是豆腐渣工程吗 然后你的救灾的脚步如此蛮憨 但是土耳其人还是觉得说 那也许有别的事情什么阻碍了 那只要艾尔段他愿意的话 那这都没有问题 这个强人能够能够救灾 我们要稳定 我们要国家的光荣 那么今年2023年 当年凯末尔革命的时候 就是1923年 土耳其发生革命 而推翻了奥特曼土耳其 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 今年刚好100年 100年 所以二段说 你看100年 现在土耳其人重新 也国际舞台上 扬眉吐气 人们就是要这种feel 要这种非常强势 所以你这外界的判断 跟土耳其人的需求完全不一样 而且其实我们讲到说 你的经济很糟糕 你不断的别 你通货膨胀归到100% 但是因为他掌握了媒体 是媒体上不再讨论这些问题 而且你说通货膨胀 他们就发现 你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城市的人 都市里面的人 本来就不是支持二段的 他就把乡村的能够掌握住 他铁票去那人 可能还没有感觉到 通货膨胀那么严重一样的生活 所以你看土耳其 它社会是个分裂的 分裂的 但是二段这边超过50% 所以套来他赢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土耳其又是 他赢了稳住了这个情势 其实你看我们有时候反过来想 如果他输掉的话 那你这个六党的联合起来 你推设一个老公务员 号称叫土耳其甘地 那吉利特欧陆的好好先生出来 他能够压得住这些意识形态价值观 有这么大跨度的不同的六个党吗 会不会陷入真的另外一种不安呢 所以说因为有爱尔段这样的一个总统 所以才有这样的土耳其 还是因为有这样的土耳其 才会造就出来这样的总统 所以这个我看西方可能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非常有意思 可是老师我想请教您 那么爱尔段他接下来还要继续执政到2028年 那他已经执政多久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听众可能会更想问说 那可不可以也请老师帮我们绘整一下 爱尔段执政以来 从他开始执政以来 他在土耳其在国际上 不管是各国之间游走 这个各种利益 或者是这个外交事件上面 然后他在当中游走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这个国际间给这个国家什么样的评论呢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先就翻到内外两边来看 内外两边来看 为什么他执政那么久呢 他这个基本上他本来是当总理 我们先讲一下 土耳其他在革命的时候 就是他的这个凯末尔当年革命的时候 是说土耳其要走世俗的路线 像这种穆斯林或者是土耳其 或者像犹太以色列都是一样 他们有两股势力 世俗的或者宗教的 那么他们是走世俗的路线 可是爱尔段他的政党 正义与发展党 他是宗教的底子出身的 宗教的这些政党 本来看不起世俗的 他们都是走圣战 抗争 结果现在 这吊诡就是宗教性的政党 透过世俗的这种政治的程序 然后他当选了 执政了 执政了 那西方又不能否认民主的结果 他就很担心 这个土耳其会不会再 把爱尔段 把土耳其越来越走向宗教了 所以爱尔段怎么办呢 为了让你们大家放心 为了让军方不要紧张 所以他是全力的发展经济 他全力发展经济 他全力强调民族主义 所以他的这个当总理 正义发展党 他说因为经济就搞起来了 他们说完全跟中国一样 中国的模式 经济搞起来了以后 所以他就一任两任三任 就担任在总理 可是土耳其将规定 但是总理三任以后不能再当了 不能再当怎么办呢 他就后来就国会间接选举 就选当总统 那总统是虚位的 那他怎么会甘心当虚位的呢 所以他就发送修宪 修宪以后把总统 修成一个实权的超级大总统 所以从内阁制变成总统制 他又继续执政 修宪以后又重算 又继续执政 所以他才会有20年吧 20年呢 西方的也是 觉得这个人是麻烦 可是他起见经济不错 越来越后来他就经济不好了 因为他开始执政 久了又开始独裁了 开始他的权利 哪个法官不喜欢他 就把法官的权利就调了 警察又调 查他们正义发展党的贪腐的案子 就把警察调去当交通警察 那么你要干嘛 我就把你整了媒体怎么样 我就把决定官记者关起来 透过这个企业 然后掌握了90%的媒体 都完全掌控 但是他经济上完全按他自己的想法 他完全不按照经济的理论来做 所以他通货膨胀 本来都是升息 他偏要降息 就搞得通货膨胀越来越来越严重 然后经济一路就下来 但是西方为什么不敢弄他 因为第一个 他是地理位置重要 他地跨的欧亚两周 那里位置重要 然后你说以前的中东 阿拉伯之孙难民危机 叙利亚的内战打了 很多的难民就经过土耳其 就进入到巴尔干半岛 一进到欧洲 欧洲就跳起来了 所以欧洲就给土耳其钱 你帮我守着吧 你帮我守着门 土耳其是帮欧洲守门的 然后土耳其他是北约的盟国 可是他跟俄罗斯关系 历史上到现在关系都非常好 所以他一方面跟北约买飞机 一方面跟俄罗斯去买防空系统 一边买锚一边买盾 但是西方也不敢怎么讲他 他的地理位置 他又控制 然后他有很多的离海的油管 天然气管要到欧洲什么 都要经过土耳其 他会控制能源走廊 整个一块 所以他的地理位置让他可以有恃无恐 可以跟西方跟俄罗斯中间左右逢源 他镇压库德族 你也不能怎么样说他 所以他有恃无恐 但是欧洲一直不想让土耳其真的加入欧盟 从历史上现在欧洲是基督教的欧洲 怎么是加拿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土耳其呢 所以欧洲其实私下也想说 土耳其最好你爱尔顿继续执政 那我就可以说你不民主不民主 就可以不要接纳你加入欧盟 你要是阿尔顿下来土耳其真的有民主了 欧洲也头疼了 那要不要接纳他加入欧盟呢 所以他们私底下一想 正好你就不要来了 所以这里面很复杂的 土耳其这真是一个 我觉得如果是值得花更多时间来探讨的一个国度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评为您连线访问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首先花了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土耳其的大选结果 当然土耳其这个值得大家一块来 这个好好观察的一个 不管是国家也好地区也好 它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另外我们来看看 老师上个礼拜我们曾经也在节目中跟您请教的美债 就是美国国内的这个举债上限的问题 后来是不是有解决方案了呢 这个在上礼拜六啊 就是白宫呢 就是拜登呢 跟那个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籍的麦卡锡 那么达成了一个原则上的一个协议 是 原则上协议呢 这就有意思了 就是原则上协议呢 就是那么同意让这个举债的上限可以延长两年 就是一直到 一直到下次总统选举之前都不必再 不必再讨论了 那就是也在位上两年 但是非国防的支出就不准增加 那不准增加呢 增加呢 如果最多的话 那去到20到这个25年的时候可以增加一趴 但是整个的整个后面一年呢 其实都是维持原来的一个水准 不准就是不动 不动的那当然有些就是维持2024的水准嘛 那其他的其实有一些小型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那么你过去抗亿这些花质钱太多了 现在要收回来 国际版那个钱要拿来去做这个税务单位的一些改革的一些基金 那个钱要收回来 收回来呢 民主党这边也做了一些让步 那么应该就是包括这个还评啊 也开采石油的还评啊 怎么要放宽 好 那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达成那个初步协议以后呢 那么各党内部的一些人不满意 不满意呢 共和党这边本来的讲法 一些非常挤右派的共和党 我们先了解共和党是主张小政府嘛 那国家小政府呢 所以他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让政府你提高举战的上限 那你要裁减支出啊 对不对 你不能一方面要我提高在线 然后一方面你支出也不裁减啊 就他们觉得这个麦卡锡让的太多了 你这个裁减都应该不够 那有一些标榜的民主党的招牌性的 理由于是大政府 很多社会福利的大都这样的 共和党说我叫你砍那些政策 不管是为了选票了 不管是意识形态了 结果激进派的 非常激右派的觉得你砍的不够 那民主党那边呢 在也有人反对 因为反对为什么呢 因为你什么在环保的问题上 你就让步了 那有些而且更重要的一些福利的东西 你也砍掉了 这让点不对 大家都要叫内部去 内部还要去妥协 现在刚刚就过了一个小关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要送到众议院去投票呢 先要过了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13个人 13个人里面呢 那7个赞成 6个反对 第一空过关 那7个赞成里面 而这6个反对里面 有4个是民主党的 但他们程序委员会是这样子 执政党有9个 那么少数党就是民主党 他4个 那4个当然都反对 那么但是这个 共和党里面呢 两个极右派的 他加入民主党 所以是6票反对 本来还有一票还在那边犹豫 如果那一票一关键 一反对 那这个案子在程序委员会就被干掉了 那为什么程序委员会 好像极右派进来呢 因为我们以前看麦卡锡 他在选议长的时候 他是史上最不受欢迎的议长 他的票很低 投了好几次才投出来 15次 所以他就做了妥协 做了妥协 那你这些强硬派的极右派的 那我让你进入程序委员会 好了 现在你就知道了 当年就预测 你叫他进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他要是把你中间做梗的话 干掉你 你那里就过不了 所以这是好不容易说 大概过了一关 非常惊险的一关 好 完了以后 现在送到中院表结 中院表结看看 这表结就是 在美国时间礼拜三晚上 就是我们这边的时间 礼拜四早上待会儿 那就要表结 表结大家觉得应该是可以过了 好 假设这样过 那这关就过了 就起码他这个举债上线 这个就过了 但是后面有什么后遗症 这个我们还慢慢再看 是 这个问题恐怕 真的不如我们所想象的 原先上个礼拜六 既然拜登跟麦卡锡两个人通过 有了一个初步的决议了 但是这个协议确然过了 但是后面这个真的精彩 好戏还在后头 老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们要请老师来 我们看一看这个朝鲜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聊朝鲜了 现在我们来关注它 是因为北韩现在会发射 这个军事侦察卫星 老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是什么 对 因为卫星是怎么的 它就是一个长城飞弹的科技 卫星跟飞弹它是同样一套东西 同样一个科技 就是你是在卫星还是在单头 但是你的科技是一样 联合国通过了决议案 就是要制裁北韩 你不能做发展长城飞弹的科技 北韩这次就不管了 北韩就说我现在就要发射侦察卫星 他说戴侦卫星 戴侦卫星人家讲说 你的科技本身就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 所以日本就开始紧张 日本紧张 所以日本的防空飞弹什么都准备好了 他说如果你落到日本领土的弹道飞弹 或其他飞弹 我把你打下来 南韩也告诉北韩说 你最好不要发射 因为你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案 北韩说我不管 我当然要发射 所以他昨天发射以后 后来没成功 没成功 但没成功的北韩 以前都找很多理由来搪塞 来遮掩 这次知道没有 但朝鲜方面马上就说 这个没成功 但是我还会再来一次 还会再来一次 因为他是在5月29号宣布的 5月29号宣布 他说在5月31号临时到6月11号临时中间会发射归星 他在告诉日本了 因为你想根据国际海事组织的全球航行警告服务 就是他国际上发射一区一区 两韩是同一个区 是第11区 而这个区的协调官就是日本 所以北韩就告诉日本讲我要发射 他没有告诉海事组织 但是告诉日本 那发射第一个没成 但是11号临时时间还没到 后面还可以再发射 后面还有机会再发射 所以大家有机会在等 那北韩的发射 他的科技整个如果真的有所突破 假设这代表常常飞弹飞机突破 那当然对东北亚的军事竞赛了 东北亚的紧张情势 那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访问 东武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分别就土耳其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还有美国的这个举债上限的这个危机 另外呢也看一看北韩的情势 也让我们看来这些重要的新闻议题 它背后也有哪些值得观察的重点 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连线 老师谢谢您 谢谢 谢谢 一份明信片 一份念礼 为了庆祝央广95周年台庆 并汇聚大家对世界和平的祝福 中央广播电台特别举办 Dear RTI明信片祭勤征集活动 邀请您挑选一张具有当地特色的明信片 写下您对世界的祈祝与祝福寄到央广 证件自即日起到6月18日止 成功参加的人将可以获得 央广95周年专属限量明信片 更多活动内容请向活动官网查询 Dear RTI 早安太晚 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 广播电台 早安爆马仔 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现在是7点27分24秒 我们一点点时间来看一看 这位新闻人物好不好 各位最近我们打开媒体 还有很多脸书也好 或者是所有的 几乎不管哪一个性质的媒体 都在关注这个人 就是黄仁勋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跟志平一样 对于他所说的话也好 或者说他在他的穿着也好 是不是都非常感兴趣 那么当然 回答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 他这一次台北的这个行程 受到很多的瞩目 他在学校校园里面发表演讲 他也跟媒体记者有很好 很好的这个互动的过程 那特别是 我先看看他的这个 他的穿着 他不管到什么场合 都是穿黑色皮衣 这让新闻圈大感兴趣 他身上也有刺青 重点是他讲出来的话 这个大家会去讨论他 因为AI的这个人工智慧的 这个话题 我必须说 我必须说 像这些个新闻现象 其实很值得大家一块来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在这个产业界 然后呢 有很多他个人独得 独到的一些观察 观察 那么会作为一个参考吧 应该是这么说 你可以当成一个参考 接下来他的行程 恐怕也备受瞩目 听说他快要再 还要去中国大陆 访问一大堆的 好 这个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早安台湾的 相关的一些 访问的计划里面 好不好 我不是说我要访问他 我知道邀请他访问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带您来看一看 能不能看 邀请谁来聊一聊黄仁勋 或者说呢 当然我们已经不止一次 在节目里面聊到 AI这个技术 带来的影响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各位 让我们一块把这个 眼光 关注在这个AI 或者黄仁勋身上 我相信啊 接下来恐怕他还会引起 更多更多的关注 好的 呃 呃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 制屏就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然后呢 也随时锁定中央广播电台的各界新闻 或者上到早安台湾的官网上面 为我们按个赞好吗 谢谢您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